在疫情之后 小日本的 这人咋卖呀 300 明远在富士山 白铜溜银 优银 这照片多钱呢 照片200 200 这花咋卖的 这个 这个 21张 21张 这咋30得了 这咋压吧 你知不知道 我刚来要的价就便宜 这是铜板的 卖铜怎么的 我跟你说都得 10块钱开外 现在疫情之后 因为我们这边疫情比较严重 我基本上在家憋了三个月了 今天来市场逛一逛 以后可能我会多拍一拍这个逛市场的视频 我们这个位置 苏联的东西比较多 没错 这就是苏联的铜板画 现在的古文市场转了一圈 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老物件 这两张是纯铜的铜板画 30块钱买到手也是很赚 我们看一下后面有文字 我们看个文字写的什么 我的俄语非常不好 粗略的看一看还可以 第一个单词应该是 翻译过来就是布拉格维森斯克 这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我们叫海兰炮 以前都是我们的领土 最后这个单词 看这个格式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 像是一个乌克兰人的名字 这个铜板画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铜板画应该是用腐蚀液腐蚀出来的 还有直接用刀啊针啊雕刻出来的 现在国内玩铜板画的人非常小众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价值 30块钱买了两个也是捡了个小漏 下期可能咱们继续逛市场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